7月28日發生的紅館演唱會嚴重事故 一塊巨型屏幕在表演期間由高處墮下 意外壓傷了兩名舞蹈員 傷者家屬多次公開表示 希望政府可以盡快徹查事件 而阿Mo的爸爸李勝林牧師 上星期也在Facebook上載第十五封代討信 信的尾段他也提到 政府跨部門工作小組尾聲何其 苦等多時他們終於等到了 昨晚有消息指 政府將會在今日交代調查結果 而在報告出爐之前 警方亦有所行動 拘捕了四男一女 他們分別是今次演唱會的總承辦商 藝能工程有限公司 以及負責舞台工程的次承辦商 協興隆舞台工程有限公司的高級職員 分別涉及欺詐和容許物件由高處墮下兩宗罪行 我們在調查也發現 我們看到事件中 掉下來那塊LED的螢幕 其實在事發當日的早上 在升降方面 已經出現了少少問題 而有喜平龍的員工 也作出過一些調教 我們從紅館裡面的CCTV 也發現到這件事 他們發現了問題之後 也沒有去採取一些相關適當的措施 去糾正這件事 除此之外 承辦商也涉嫌虛報裝置重量 藝能工程公司 呈交給康民署的場地申請文件裡面 虛報了一批 裝置和機械組件的重量 他們故意誤導康民署 意圖盡快得到演出的許可 當時演唱會裡面 是有六個 一樣的LED的屏幕 它的總重量 我們經過專家磅 是9,852磅 而藝能工程教育公司 他們當時申報的重量 只是3,600磅 實際的重量是申報的2.7倍 這組的裝置其實就是 燈光支架的裝置 經過我們磅過 它真實的重量是5,141磅 但是藝能公司申報的重量 是1,080磅 實際的重量是申報的4.8倍 雷射燈的支架連上裝置 所以我們磅的重量是756磅 但是申報只是200磅 申報的重量是 實際的重量是申報的3.7倍 這個我都算是誇張的 這8組喇叭實際的重量是12,240磅 但是申報的重量只是1,600磅 實際的重量是申報的超過7倍多 警方亦都表示 今次事件的調查尚未完結 現在的進度只屬於階段性結果 亦都不排除會有下一波的拘捕行動 而他們亦都有些說話想和阿Mo的家人說 阿Mo的傷者的狀況我們都知道 我們都跟他的家人有定期的聯絡 我知道他很開心知道 他現在穩定了那個傷勢 至於我有甚麼想和他講呢 或者我這麼說 今次的事故是令到這位年輕的舞蹈員 受到嚴重的受傷 如果沒有記錯應該是剛剛過生日 我看了28歲 過去這三個多月 其實他都睡在醫院的病床上 自己不能夠照顧自己 我自己相信他的康復道路都很漫長 在今天 無論我們警方的拘捕行動裏面 拘捕了多少人 之後可以檢控多少人 甚至乎最後法庭可以定幾人罪 其實以上一切都未必能夠彌補到 這名傷者在這件事故裏面所失去的一切 我和我的團隊在過去三個多月的努力和付出 其實都是希望能夠為傷者 和在這次事故裏面受影響人士 拿回一些公道和作出的交代 意外發生到現在已經接近三個多月了 今天終於有所交代 最希望就是有沒有早日康復 謝謝